章仁涛大哥 今天有一个惊喜 应该是算太太准备给你的惊喜 真的假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 很温柔的一个人 然后很照顾周边的所有的人 他不会让你觉得孤单 最感动的就是参加他的婚礼 这是一个让我在当下觉得一场很幸福的婚礼 周震涛是我们万大五湖里面 年纪最亲的一位 我们把他当小弟弟这样 一直都是小弟弟的看待 他人比较感年丰富 年浅很欲哭 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叫周震涛先生B哥哥 因为他确实就是我的哥哥 我们的哥哥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苦难的日子 痛苦的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美好的家 B哥哥加油 为我们的家 像个大人伴点恋爱 有时心情 哇 好 好 想想想 在你身边别忘了 只要你过来 谢谢谢谢 那么多啊 那么多好朋友 我都想不到有这个安排 这一次我做那个 箭弹就像一个太阳 太阳弹 现在我也可以用来照耀我身边的朋友 谢谢 谢谢 其实两位都是很少上综艺节目的歌手 是 这次为什么会答应想来参加蒙面唱讲 好玩吗 好玩 因为蒙面嘛 不过有一个我要向各位讲个对不起 就是上次找了嘉玲来 其实我跟他是串好的 故意骗骗你们的 但是骗不到了 哎呀都商量 说不定两个人在通话的时候 那个梁乔伟大哥在旁边支着耳朵听你呢 没有 在旁边提词 哎 下一句应该说这个了 哈哈 观众看着开心 我们也玩得开心 谢谢